大家好,欢迎收听真情故事会。 儿子要订婚了,可订婚宴当天早上,我才听人说起。 来不及责怪他这么重要的事也不告诉我, 我便精心打扮后匆匆赶去。 没想到的是,当我推开门时, 刚好听见儿子儿媳跪在地上管前夫的出轨对象赵小云叫妈。 儿子对着准儿媳一家低声说, 不用管,我家保姆。 他神色不渝地走来,把我推出门外。 你来干嘛?非要到这给我丢人吗? 我颤着嘴唇刚想说话,就被儿子不耐烦地打断。 行了,别提那些陈年往事。 我不懂你们的纠葛,我只知道他终归是我爸。 他们这么多年,不容易,你能不能别多管闲事,给我们添堵。 我捏了捏包里的存折,红包和房产证,嘲讽笑了。 这闲事,我还真不管了。 让你的好爸妈替你操办一切吧。 周平安三岁那年,我和周国立离了婚。 在此之前,我已经忍了三年。 忍着他酗酒,他出轨,他打我。 不是我怕因离婚而被人笑话, 而是因为周平安有先天性心脏病。 高昂的治疗费用, 让我不得不向收入远超过我的前夫低头。 尽管,抓住我软肋的周国立一次又一次地拿儿子威胁我。 仅仅因为一顿饭做得不合他口味, 他就拽着我的头发用力往墙上撞。 许如平,你给我老实点。 你要是敢出去报警, 我就赶不交医药费, 让你儿子病死。 反正小云说了, 早晚会给我生个身体健康的儿子。 周国立叼着烟, 一副魂不吝的样子, 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靠在墙角, 咬紧牙关。 鲜血从我额头流下, 混着眼泪, 脸上冰凉潮湿一片。 即便这样, 我也在忍着。 直到周平安三岁那年, 我偶然间看到赵小云来我家。 他把周国立的烟塞到儿子嘴里, 然后看着喘不过气的孩子咯咯直笑。 儿子难受得哇哇大哭, 周国立烦不胜烦, 掏出安眠药就要往周平安的嘴里塞。 我煞食红了眼, 拎着菜刀就冲过去。 那时, 我竟然有一种 砍死这对狗男女的冲动。 可周平安突然一一压压地喊了生妈妈, 我一下清醒了。 就是在那天我离了婚, 甚至为了抚养权, 净身出户。 没学历, 没经验, 还要照顾儿子的我, 找到的最合适的工作是保姆。 我还记得一次在雇主家打扫时, 被喝了酒男主人堵在墙角。 他下流地盯着我, 粗糙的手胡乱落在我身上。 我吓得发着抖, 拼命逃了。 可第二天, 女雇主在楼下高声骂我是勾引人的狐狸精, 邻居们议论纷纷。 我捂着儿子的耳朵, 眼泪止不住地流。 不是为自己受的委屈和那些流言蜚语, 而是因为我知道拿不到这家的工钱了。 一百二十七块, 够给平安买好多书本。 这么多年, 我就这样咬着牙熬着, 累出了一身病。 小时候, 平安总是让我觉得一切都值得。 他会红着眼眶趴在我跟前, 心疼地说妈妈不容易。 会在作文上用稚嫩的笔记写。 妈妈很辛苦, 我要一辈子对妈妈好。 可后来, 不知什么时候起, 他嫌弃起了我这个只会做保姆的妈妈。 我为他操劳半生, 不声不响地给他攒着结婚的钱, 买房的钱。 他亲近的人, 却变成了职业体面, 家庭优渥的前夫和赵小云。 今天, 儿子甚至管赵小云叫起了妈。 而我成了多管闲事, 妨碍他们一家三口的那个人。 好, 我不管闲事。 我冲着儿子笑了下, 干净利落地关上了门, 对着大唐的镜子。 我深吸了口气, 然后从新买的皮包里, 掏出了原本给准儿媳准备的见面里。 一条金项链链。 从前, 因为从未收到过金首饰, 我总是忍不住在金店驻足。 大概是看出我眼里的渴望, 小小的顾平安总是奶声奶气地嚷嚷着。 等平安以后挣大钱, 给妈妈买金项链, 金手镯。 所以她工作后, 问我想要什么生日礼物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想要对金耳环, 最便宜的那种。 她敷衍点了头, 可我收到的是大米和豆油。 我面露失望, 顾平安却嘲讽地笑了。 这么大年纪了, 还学小姑娘戴什么耳环, 这么贵, 万一你干活丢了呢? 诺, 这大米, 豆油, 多食用。 我心头一酸, 没吭声。 那时, 我还安慰着自己, 平安是要省钱的。 她还没成家, 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可现在, 我彻底清醒了。 我轻轻摸了摸 颈上的戴着平安扣的金项链, 这可比金耳环值钱 得多。 戴上她的我, 比我想象中, 还要有气质。 今天我得感谢顾平安。 如果不是她, 也许我一辈子也不舍得买这么好的首饰给自己戴。 旁边擦桌子的宝洁大姐停下动作。 验线地看着我, 哦哟, 妹子, 这是孩子给买的吧? 你看看你, 一看就有福气。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年纪, 还是得靠儿女孝顺, 才能过得好。 这么多年, 第一次有人说我这个单亲的保姆有福气, 真是人靠衣上马靠岸。 我冲她摇了摇头, 一字一句地说, 姐, 您说反了, 我们这个年纪, 还是得靠自己, 才能过得好。 话落的瞬间, 我好像想通了很多事, 深深吐出了一口浊气。 合上皮包, 我便往外走去, 酒店经理却善笑着拦住了我。 这位女士, 刚刚二楼办订婚宴周先生说, 尾款是您这边会付, 您方便结下账吗? 她有没有说我是她什么人? 我反问, 这倒是没有的。 我露出了一个讥讽的笑, 那我为什么要为一个陌生人的订婚宴付尾款? 那位周先生的爸妈可都坐在台上呢, 轮得到我来付吗? 这不是多管闲事吗? 酒店经理似乎也觉出来不对劲, 表情愈发尴尬。 不等他接着说下去, 我就推开门走了。 周平安, 闲事我不管了, 你还是从你好爸妈兜里掏钱吧。 刚坐上出租车不久, 周平安的电话就打来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 为什么不付婚宴的尾款? 你这个当婆婆的, 连这点钱都不愿意出。 你攒那么多积蓄, 要带着入土吗? 最后是岳父岳母店的钱, 我有多尴尬, 你知道吗? 现在宁宁生气了, 我怎么解释? 她恼怒的声音传来, 听得我脑袋嗡嗡作响。 我这个外人付什么钱, 你该问问赵小云, 怎么好意思让亲家垫钱? 我把手机拿远, 淡淡开口。 顾平安沉默片刻, 恼羞成怒。 你更年期了是吧? 别做妖了, 现在把钱还我岳母。 我告诉你, 要是宁宁闹分手, 你就别想看我结婚成家了。 她一口气完, 自以为拿捏了我, 挂断了电话。 确实, 曾经我是盼着她能有一个家的, 不是盼着抱孙子, 只是单纯地希望有人能陪着她。 我的婚姻是腐烂发臭的, 可我希望我的儿子幸福, 所以我对准儿媳宁宁期盼已久。 我精心准备了见面礼 和一万一的红包给她, 就是为了留下好印象。 可现在, 作为一个不爱管闲事的保姆, 我不在乎了。 想到这, 我从包里抽出来 那厚厚的红包, 改了主意。 师父, 换个目的地, 现在年轻人喜欢在哪里消费? 带我去。 那天, 我在市里最繁华的商场 和步行街穿梭, 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体验。 我第一次吃海鲜自助, 第一次喝年轻人喜欢的奶茶, 第一次买名牌的服饰。 红包瘪了, 我却笑得开心, 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叮的一声, 手机响了, 订婚宴尾款的事, 别忘了。 我马上带宁宁回家, 把见面礼准备好, 还有房产证。 下午我们去办过户, 要是你准备好, 宁宁已经找好装修公司了, 新房装完, 我们就结婚。 我皱起了眉, 差点忘了, 这些年, 我卖了县里的老房子, 省吃俭用, 给周平安买了套婚房。 做保姆攒下来的钱, 是远不够的, 我往里添了几年前父亲车祸过世时, 拿到的赔偿款。 原本打算今天过户给周平安, 可现在不用了。 我琢磨半晌, 找了家中介公司, 托他们帮忙低价卖出去。 中介兴奋地说, 这房子地段好, 又临着学校, 价格又低, 大概能很快出手, 赶紧着手安排去了。 不过, 你买这套的时候, 不是说是您儿子的婚房吗? 挂断电话前, 中介有些疑惑地开口。 我儿子争气, 自己有办法, 不用我的钱和房了。 我呵呵一笑, 在对面连声恭维中挂了电话。 傍晚时分, 我心满意足地回了家, 看到了满面怒戎的儿子和准儿媳。 他们上来就轮流指责我, 等了你一下午了, 这么一大把年纪, 去拿鬼混了。 宁宁千里迢迢来订婚, 红包呢? 拿出来啊。 顾平安沉着脸, 准儿媳也面露不满。 阿姨, 连个见面礼都没有吗? 我不紧不慢地卸下手里的购物成果, 痴笑一声。 没有, 我一个保姆, 哪有呢? 阿姨, 平安已经和我解释了。 今天您来的场合太不对了, 我和平安刚叫了妈, 你就进来, 周围人都看着呢, 平安只能撒个小谎, 不然我这个准儿媳和我爸妈多尴尬。 宁宁皱起眉头, 一份填膺地为儿子打抱不平起来。 没想到您一把年纪了, 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心里觉得好笑, 面色冷冽起来。 我确实不懂, 你们管赵小云和周国立要去吧。 就因为我订婚没通知你, 至于吗? 宁宁家人都在, 你就那么想给我丢脸吗? 周平安撑地站起来瞪着我, 拔高了音调。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 赵姨从来不会像你这么阴阳怪气地讲话。 我要是爸, 我也受不了你。 那凶狠的表情和周国立竟然如出一辙。 明明是我一手养大的小孩, 可现在却令我感到无比陌生。 我摆弄着手机, 买了张明天飞云南的机票, 开始有条不紊地收拾行李。 大概是我的平静刺激了他, 周平安喘着粗气, 一脚踢翻了茶几。 房本, 红包, 见面李, 不想耽误你儿子的终身大事TU就赶紧的。 没有了, 红包我花了, 见面李没准备。 中介的短信, 就是这时发来的。 房子卖出去了, 一对外地的小夫妻相中了房子的学区。 我举起手机, 展示给面前的两人。 房子呢, 一分钟钱也卖掉了, 可周平安看也不看, 趴地打掉了我的手机。 许如平, 你别给我装, 你不就是想吓唬我吗? 一大把年纪了, 你拿上桥了? 我就不信你能眼睁睁看着你亲儿子的婚事吹了。 好一个亲儿子, 把他养大, 我还不如路边捡条狗。 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了。 见面李和房本不拿出来, 再别想我和宁宁看你一眼。 走, 宁宁, 我带你去爸家住。 幕后一通后, 周平安臭着脸, 摔上了门, 带着宁宁走了。 我拉黑了周平安的电话, 正要删除他微信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他昨晚之的最后一条留言。 有时候, 我真搞不懂你, 那是我亲爸, 给了我生命的人, 我们血脉相连。 你为什么非要逼我像对仇人那样对他? 还有赵姨, 人家是正经的学校老师, 还是我爸现在的妻子, 我叫妈是表示尊敬, 你怎么敌意那么大? 我手指盾在半空中, 待坐在沙发上, 有几分恍惚。 周平安竟然说, 是我逼着他把周国立当仇人。 周平安九岁那年冬天, 我们终于排到了省地医院专家的心脏手术。 算上借的钱, 我林林总总凑够了十万。 平安住院的第一天, 周国立和赵小云出现在了病房。 我急忙冲进去, 眼神警惕, 脑中想着怎么把他们赶走。 可病床上的平安, 兴奋地拉着周国立的手, 扬起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妈妈, 我终于见到爸爸了, 快给我和爸爸拍个照片, 我要告诉老师同学们。 我不是没爸爸的孩子。 你看, 爸爸给我买了小汽车和薯片。 周国立坐在病床前表情慈爱, 赵小云细声细语地和平安聊着天, 还削了个苹果给他吃。 听着儿子天真的话语, 我鼻头一酸。 尽管知道这两个渣子绝不会有什么好心, 我还是犹豫了。 我离婚时, 平安还不记事。 他从小就一直羡慕着同学们完整的家庭, 我真的要告诉他残忍的真相吗? 周国立看到我迟疑的表情, 凑了过来, 语气诚恳。 平安毕竟是我们老周家的种, 和我长得这么像, 难道我还能害他不成? 现在孩子要手术了, 我们没别的意思, 就是来探望他的。 你要是不高兴, 他做完手术我就消失。 看着哭着喊着, 拉着周国立袖子不撒手的平安。 我无奈叹气, 允许他们探视。 第二天, 我回家给平安包周的功夫, 就出了意外。 平安他妈, 你家咋回事, 人家医院好不容易给你排上的手术, 咋能说放弃就放弃? 孩子明明还有希望, 你们就不知了。 隔壁床的大姐打来电话, 扯着嗓子斥责着我, 是不是搞错了? 我怎么可能放弃我儿子? 我愣了一瞬, 咋可能弄错? 孩子他爸说不治了, 耍无赖把手术押筋要回去了。 我瞬间感觉血液逆流, 放下周向着医院狂奔。 那天下着额毛大雪, 一路上我眼泪都没断过, 几乎在脸上结了冰。 庭安已经十岁了, 随着年龄增长, 他先天不全的心脏负担会越来越大。 每晚一年手术, 风险就成倍地增长。 为了排上院心外专家的手术, 我们已经耽误三年了。 我不敢想象, 如果错过了这次手术, 会发生什么? 我见到周国立后, 发疯似地扑上去, 抓着他的领子锤打他, 让他把平安的手术费交出来。 周国立狠狠地把我掀翻在地, 罩着我肚子就踢了一脚。 死娘们, 你疯了吧? 花钱那么多钱, 给他手术干啥? 这些医院就会骗人, 要我说根本没必要。 钱我不白拿, 我给平安找个中医, 喝上两副药就好了。 我疼得差点昏倒, 蜷缩在地上, 平安吓得小脸煞白, 哭个不停。 赵小云不耐烦地催了一声, 用尖锐的指甲 用力掐着周平安的脸颊, 留下一道血印。 闭嘴, 就知道哭哭哭, 扫把星。 手术竟然要花十万块, 这里面肯定有我男人的钱。 我早就发现他藏私房钱, 肯定花在这个小箭种身上了。 这病秧子就是个无底洞, 还不如趁早死了算了, 钱还不如留给我们的儿子用。 周国立在一旁连连点头, 那一刻, 我彻底变成了一个疯子, 挣扎着爬起来, 拿着门口铲血的铁铲, 就往他们脸上砸去。 我和他们扭打着, 遍体鳞伤, 周围聚集的围观群众 也越来越多。 可能是不要命的驾驶 和楼下传来警笛声吓住了他们, 二人把钱扔下, 就愤愤离开了。 我顾不得浑身血迹, 抱着钱就往脚肺处冲, 跪下求人家 不要让我们重新排这场手术。 后来平安手术成功了, 却连着做了好几天的噩梦。 不知递多少次夜里惊醒时, 他哽咽着说, 妈妈,我再也不要爸爸了, 我不要他打你。 可他现在全忘了。 他说那是他血脉相连的亲爸, 忘了他差一点就要被他亲爸 夺走救命前。 从回忆中抽离, 我才发现自己的眼眶又湿润了。 胡乱用手抹了抹, 我把周平安的衣服用品 一件件地打包起来, 寄到了周国立家里。 然后找换锁的师傅 换掉了家里的锁。 我要去享受生活了, 希望这对父子相处愉快。 做完这些, 我早早休息, 第二天一早, 就坐上了去云南的航班。 云南很美, 花香泛滥, 浓绿明亮。 这么多年, 我难得清静。 我住的民宿是一个叫徐晓莹的年轻姑娘开的。 和我熟悉了之后, 她带我在二海边拍照打卡, 在雪山守着夕阳, 看一场日照金山。 闲聊时,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只是一个单亲保姆。 她却用亮晶晶的眼神看着我, 听着我的经历。 保姆怎么了? 您肯定很会做饭, 而且有勇气抛开渣男, 还把孩子抚养长大, 本来超厉害的。 我见她瘦瘦小小的, 不怎么爱吃饭, 提出让她尝尝我的手艺。 小姑娘期待地看着我, 兴奋地点头。 把清汤面端上来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点后悔的。 也许她只是礼貌性地恭维, 我却当真了。 可她吃了几口, 眼泪直往汤里掉。 她说她从来没吃过这种味道。 我给她擦了眼泪, 才知道她是被父母卖给拐子的后 偷跑出来的, 这么多年一直是孤身一人。 正当我和徐晓莹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适应这个云南小镇时, 我竟然接到了七十多岁母亲的电话。 老人家说话慢吞吞的, 如平啊, 平安出啥事了吗? 昨天她来乡下, 从我这拿走了三万块钱, 还说不够用。 问我, 你去哪了? 这孩子, 我让她祭拜祭拜, 最疼她的外公, 她也不愿意。 瞬间, 我心头怒意翻滚。 周平安, 你太有能耐了, 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要去打扰。 妈, 您别急, 平安没事, 放心吧, 钱我明天不给你。 我轻声安抚着, 挂断后马上拨给了周平安。 那边马上接起了电话, 阵阵有词。 许如平, 你不给我出订婚宴尾款和见面礼, 我就自己去外婆那里拿, 有什么问题吗? 周平安, 你外婆七十多了, 哪有钱给你? 你还要不要脸? 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这一刻, 我真的压抑不住自己的怒火。 外公车祸的赔偿款不是还在吗? 当年给我买房, 用了七十多万, 应该还有四十多万在外婆手里吧。 对面漠然的声音, 让我觉得她就是一个恶魔。 她果真流着和周国立一样, 恶臭肮脏的血。 那可是最疼她的外公外婆, 那是她外公的赔偿款, 外婆的养老钱。 这一瞬间, 我忍不住怀疑, 三年前得知我父亲去世, 获赔一百多万的瞬间。 她心里究竟是为在为外公的意外难过, 还是在高兴自己的婚房有了着落。 那天, 我匆匆收着行李往家赶, 唯恐周平安在做出什么刺激母亲的举动。 可了解了来龙去脉的小营, 却拉住了我, 坚定地开口。 平仪, 我跟您一起去, 我怕您被那个小白眼狼欺负了。 看我有些犹豫, 小姑娘咧嘴一笑, 露出白牙。 放心吧, 我这么多年, 自己摸爬滚打, 对付过的流氓无赖, 多了去了, 保准比您有经验, 我保护您。 我红着眼摸了摸她的头, 答应了。 刚到家, 我就接到了中介的哭诉电话。 徐女士, 您快管管您儿子吧, 再这样下去, 人家新业主, 真要报警了。 我这才知道, 我把房子卖了之后, 周平安一直不相信是真的。 她非说那是自己结婚的新房, 连中介出示房屋买卖合同也不相信。 每天带着几个狐朋狗友, 坐上小马扎去阻拦新业主去装修, 还差点对那对买了房的小夫妻大打出手。 我和小莹对视了一眼, 开口道, 直接报警吧, 如果需要我作证, 随时联系我。 没过多久, 周平安大概是知道我回来了, 出现在了门口, 把门砸得砰砰作响。 我把门打开, 冷眼看她。 老太婆, 你还真敢卖我婚房? 你知不到警察来找我了。 懒得跟你废话, 实话告诉你吧, 宁宁怀孕了, 你再不把房子买回来, 你亲孙子都要被留掉了。 周平安神色争鸣, 大喊着, 你们周家人有白眼狼血脉, 还是不要延续了得好, 平夷巴布的你们一家段子绝孙呢。 小莹在我身后笑出了声, 对得周平安目自欲裂。 好啊你, 把我赶出家门, 害我只能住宿舍, 把这个外人接到家里住, 你到底怎么想的? 哦哟, 你不是要去你好爸爸家里住吗? 怎么被赶出来了? 周平安被戳中了痛脚, 盯着小莹, 目光森然, 似乎要动手。 我赶紧把小莹护在身后, 幸好, 警察来了。 小夫妻听我们的报了警, 周平安被带走拘留了。 第二天, 来的人成了怀孕的宁宁, 她可怜巴巴地拽着我的手哭诉起来。 许阿姨, 我一个远嫁过来, 大着肚子, 您怎么忍心让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 母子哪有隔夜愁, 我替平安给您道个歉, 我肚子里您的亲孙子, 您可不能不管啊。 到时候, 我生个大胖小子。 肯定和平安小时候一样, 招人稀罕, 您舍得让他和我们住出租屋吗? 小莹翻了个白眼, 用恍然大悟的语气回怼。 原来真是平仪的孙子啊。 你不说, 我还以为你怀的是那个赵小云的孙子呢? 天天上赶着巴结人家, 人家怎么不认你这个儿媳呀? 就这样, 宁宁可怜巴巴地来了几次, 每次都被小营队得哑口无言, 面红耳赤地走。 十五天后, 周平安放出来了。 我没特意关注, 得知此事只是因为他又开始作妖了。 那天, 他和宁宁各自拍了两条短视频, 全部冲上了热榜。 宁宁那条叫做, 两千公里远嫁, 准婆婆花掉了彩礼和见面礼, 还在我怀孕后卖掉了我的婚房。 周平安那条叫做, 不幸的原生家庭, 被亲妈赶出家门, 在临近结婚时被通知婚房被卖掉, 因亲妈造成的误解被拘留, 是什么体验? 两人生泪俱下, 不遗余力地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恶毒的反派形象。 我成了拿捏儿媳, 扣掉彩礼, 卖掉婚房的恶婆婆, 成了控制欲极强, 阻止儿子亲近继母生父, 心里扭曲的单亲妈妈。 他们特地放了一张前几天偷拍我的照片。 照片里, 宁宁大着肚子苦苦哀求, 几乎跪在了地上。 而我漫不经心地敲着二郎腿喝茶, 看都不看一眼。 这样的词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共同情。 我知道, 他们大概率是花钱找人策划的。 毕竟周平安娜没有褶皱的大脑, 想不出如此博人眼球的描述。 意料之内的, 视频的评论驱诈了。 摊上这种婆婆, 太倒霉了吧。 不想出钱买房, 就骗女方先怀孕, 好恶心。 更年期心里变态的老妖婆, 我知道, 她这种单亲妈妈就是有恋子情节, 看不得儿子亲近儿媳。 这个帅哥好可怜啊, 本来可以有幸福的婚礼, 现在都被彻底毁掉了。 舆论愈演愈烈, 就连买我房子的小夫妻 都特地去找了中介, 求我把房子收回去。 几次我在路上, 都遇到了路人的白眼和冷嘲热讽。 在不知道第多少次被人骂老不死的时候, 小莹绷不住的眼泪一下掉出来了。 平仪, 他们根本不懂, 他们太过分了。 我轻轻擦掉小莹脸上的眼泪, 笑了, 孩子, 不哭, 他们会发, 我们也能发。 周平安这样颠倒黑白, 就是因为认准了我岁数大了, 不懂互联网。 但他们太小瞧我了, 这回我要让他们彻底身败名裂。 第二天, 第二天, 小莹帮我注册了账号。 我在账号上面发布了一个视频, 是我的发黄老旧的日记本, 一页一页一页地被翻开。 怀孕了, 周国立出轨了, 我准备了离婚协议, 孩子出生就离, 我才不怕受人非议。 孩子查出先天性心脏病, 取名平安。 离婚协议被我偷偷撕了, 多一份收入, 平安就多一份活的希望。 还是离婚, 靠我自己, 也能养活儿子, 不能让他伤害儿子。 当保姆, 累, 还有什么能赚钱? 畜生, 他拿走手术费, 是想让平安死。 手术成功了, 欠了七万。 平安噩梦, 主酸早人水。 欠六万五。 平安上大学, 存十万六, 妖姬劳损, 买药了。 父亲没了, 母亲把赔款给我, 让我给平安买婚房, 那应是母亲养老钱, 可我还是拿了些。 我不笑。 平安常去前夫家, 不知是否受欺负。 存一百一十七万, 欠母亲八十万。 日记到这结束了, 接下来是我对着镜头。 周平安, 这些天来我无数次后悔, 把你带到这个世界。 你的自私, 冷漠, 恶毒, 令我心寒。 在你说我是个多管闲事的保姆的那一刻, 我们母子情分便被你斩断了。 我说不回给你的生命, 但我可以拿回其他给你的东西, 然后去一点点找回我自己, 完完全全抛去你母亲身份的许如平。 接下来, 我和顾平安的聊天记录, 一张一张的闪现, 他恶毒的话语, 在屏幕上分外眨眼。 最后, 视频的画面定格在了一张泛黄的作文纸上,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 妈妈很辛苦, 我要一辈子对妈妈好。 长文发完后, 风向开始剧烈地反转。 不少女孩在评论区发起长文支持我, 甚至许多百万粉丝的网红, 也说看哭了, 把内容推荐给粉丝。 小莹把这条也转载到了她的账号下面, 作为小有名气的民宿老板, 粉丝量竟然不少。 她用轻松的语言, 讲述了许多和我的暖心故事。 热度攀升了一个星期, 不少单身母亲, 也愿意发声维护我, 帮助我。 他们似乎知道, 我许如平, 是千千万万为子女付出一切的单亲妈妈的缩影。 一星期后, 我又接到了周平安的电话, 这一次她声音很低, 你发的内容害我被开除了, 可我带宁宁在爸家住了几天。 赵小云和周国立就嫌弃我们是米虫, 把宁宁打伤了, 孩子早产了。 我第一次知道, 你说赵小云和周国立的恶毒, 竟然不是骗我的。 可我还是恨你, 如果不是你害我丢工作, 把我赶出去,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彼时, 我和小云在家里涮着火锅, 我夹了一筷子肉, 到小云的碗里。 我不在乎, 周平安, 随便你。 你现在把之前那些钱出了, 这事儿就算了, 行吗? 我不计较你之前的那些了。 等孩子长大了, 还管你叫奶奶, 我也愿意给你养老。 周平安, 你以为你是谁? 你说的这些, 一件比一件恐怖。 最后再说一遍, 不必再叫我妈, 也不必给我养老, 快三十的人了, 听不懂话吗? 电话被我挂断了, 我和小云继续涮着菜, 看着去。 此时的周平安把脸埋在掌心, 在冷冰冰的医院里, 失了神。 宁宁把能看见的东西摔得满地都是, 歇斯底里地吼着。 周平安, 都怪你, 如果不是你说, 那个赵小云就像你亲妈一样, 我怎么会那么信任她? 你要害死小宝了, 你要害死我儿子了。 过了一会, 一个医生皱着眉, 走进来了。 检查结果出来了, 不仅仅是早产。 孩子还有先天性心脏病。 本来这种先天性的心脏病不是很严重, 但作为早产, 本身有很大的腰折风险, 孩子情况很危险。 我们组的专家明天会进行会诊。 周平安颤颤巍巍地抬起头, 脸颊凹陷, 眼里红血丝遍布。 保温室里的小婴儿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似的, 动了动小胳膊小腿, 宁宁一下瘫坐在了地上, 面如死灰。 我没有想到, 在看到周平安, 竟然是在社会新闻。 原来, 周平安的孩子也得了先天性心脏病。 这不是遗传, 但命运就是这样巧合。 为了拿到手术费用和赔偿费, 周平安和周国立一家起了争执。 周国立这种无赖, 怎么能容许儿子管他这个老子要钱? 当场就提了棍子要教训周平安, 可他忘了, 周平安才是年轻力壮的那个。 周平安挨了两棍子, 杀红了眼, 拿了菜刀就捅死了周国立。 在一旁给周国立煽风点火的赵小云, 也未能幸免。 警察来的时候, 周平安瘫坐在血泊中, 仿佛也是一具死尸。 后来, 周平安被判了无期徒刑。 他平静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对着镜头开了口, 声音沙哑。 许如平, 我还是觉得我这沦落至此, 全都怪你。 但是看到那个嗷嗷哭的小崽子时候, 我竟然有点知道你在想什么了。 哦, 对了, 我还是想让他活的, 虎毒不食子吗? 这一点, 我还是比周国立强很多的, 你得承认。 我看了两眼, 就关掉了频道。 两堆垃圾还比上了, 有意义吗? 他说的那些废话, 我统统不在乎。 我只知道, 我此生再也见不到他了, 人生干干净净, 浑身神清气爽。 一年后, 我用卖房子的钱, 作为启动资金, 和小莹一起在云南开了一家新民宿。 这回, 我还把母亲也接来一起了。 原本, 这个固执的老太太是一百个不愿意, 就怕给我添麻烦。 我想了半天, 派了小莹出马。 小姑娘被我养得胖了不少, 黑亮的圆眼看着镜头, 嘴里甜甜地叫着外婆。 外婆, 干妈说你腌的酸黄瓜更好吃, 是真的吗? 我兔好想试试啊。 外婆, 对的, 我从小就被拐走了, 没有家人, 只有干妈, 还有您。 您要过来看我。 哎呀, 这可太好了。 挂断电话, 我和小莹默契地击掌。 没过几天, 母亲就到了, 担心老人体弱, 小莹特地买的头等仓, 把她接过来的。 虽然知道母亲真心喜欢小莹, 可当她从行李中 拿出第四罐酸黄瓜的时候, 我和小莹还是忍俊不禁。 母亲来了半年, 格外喜欢这里的鲜花和气候。 她每天试弄花草, 比从前孤身一人的时候精神得多, 就连咳嗽的老毛病都好得七七八八。 我们娘撒在民宿住的幸福, 生意也越来越火爆了。 从小有名气的网红民宿变成了著名的打卡点, 甚至不少综艺和影视剧都来我们这取景拍摄。 开到第三家分店的时候, 有两位客人聊着天, 说在这室看到了一个特别可怜的女人。 她白天做保姆, 晚上送外卖呢, 听说是为了她生了心脏病的儿子。 这么惨, 她老公呢? 砍死了人, 进监狱了。 诺, 就是这个, 外卖骑手宁宁, 就是她。 啊, 这个女人不是之前造谣她婆婆的那个吗? 就是说呢, 你说, 是不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听了这些, 正在给花草浇水的我愣了一瞬。 宁宁啊, 当初她最瞧不起的就是我当保姆, 她觉得上部的台面又丢人。 可现在, 为了孩子, 竟然走上了和我一样的路。 这也许就叫做因果吧。 虽然我不喜欢她, 但我还是希望, 她的儿子不要变成周平安那种人。 在后来, 我们民宿开到第十家连锁店的时候, 又有记者来访了。 这一次的记者, 问了个之前我未曾听过的问题。 请问, 你们并不是真正的亲人, 您和许女士没有血缘, 那么你们是怎么相聚在这里的呢? 又是怎么做到如此信任彼此的呢? 我笑了笑没说话, 小赢促暇地眨眼。 我们没有血缘, 但是我们选中了对方做彼此的亲人, 我相信我的眼光, 比血缘关系还要靠谱。 记者似乎还要再问, 一向好脾气的母亲却不乐意了。 行了, 老血缘血缘的, 不会说别说了, 小赢就是比我亲外孙还要亲。 我和小赢对视一眼, 笑作一团。 我和小赢对视一眼,